你舔了笑话龙啸小多多六年 舔到极致 如今重来一时你不舔了 他却急了 体育课上 你可靠机友冷风打篮球 还一起铁山靠 流了很多汗 温雅先问龙啸小 小凡在打比赛耶 你不去加油吗 无聊 不去 龙啸小一声冷哼 在你向他低头之前 他是不会主动去接触你的 更别说 加油呐喊 可就在你浑身是汗 坐着原地休息时 一个胆子大的学妹 鼓起勇气滴过来一瓶矿泉水 学长给你喝 谢啦 不用咯 小学妹 无功而返 后来会儿 另一个气声中的声音冒帅 小凡同学 要喝水吗 雅露手上拿了一个蓝色数料水壶 低了头声音颤抖 又怕给你丢人 又怕你脱水 这一次一展颜一笑 这水多少钱 给你啊 雅露愣了一下 不是一笑 塞到你手里 有一夜 无价 随后 两人都笑出声 这一下局促感也消失了 咕咕咕咕咕几口下去 忽然愣住 少女也神色不自然 这可是 她平时用的水壶啊 而这一幕 也正被耗尸的拍照 穿到了班级群里 马上有人开始补充细节 昨晚 好像看到肖凡 送养人回宿舍了耶 温雅仙都看愣了 笑笑 你说肖凡被你拒绝后 不会真的自甘堕落到 去住一个村姑吧 龙夏的丝毫不慌 小孩子争宠的把戏罢了 家大看来 送养人回宿舍也好 喝水也罢 这些都是做给她看的 就是要玩 欲擒故纵的把戏 她龙大小姐需要做的 就是一不变英万变 就完事了 看你个肖凡 个漂亮小丑表演 第二天一早 龙夏的定了古典 卖的闹钟 就是要证明 没了肖凡 自己也能裹很好 昨天的狼狈 只是个意外 没想到闹钟一想 她就连天跟要死了一样 只是提前半小时起床 怎么这么冷 让起床想到 那时候抱怨 你能不能小声点 带着她睡觉呢 男生会因为 她长得好看迁就 女生会不会惯着她 只能捏手捏脚 做贼一样洗漱 等慢慢一窃 倒是她顺利找到 一份黑米粥 舒服 看吧 本小姐就说 自己也行 可一个人 静静坐在角落 偶尔传来后厨 听听光浪的声响 看一眼 偶尔路过的人 自己等的那个人来了没 这就是肖凡 一直以来的感受嘛 吃一口粥 哎呀好烫 明明以前两年半 自己吃的收入口 稳足是刚好的 好歹早到前吃完 看吧 没了消烦 我一样做得到 但很快上课时 就困意连连 一头栽倒在课桌上 结果被音乐老师 喊了起来 老 老师对不起 以前人生中 从没有这么丢人的时刻 哭得有点梨花带雨的 旁边同学起哄 老师 不是说了上个黑条拆 要罚唱英文歌的吗 老师叹气 这个小姑娘自尊心 可脆弱着呢 高三这么敏感 可不能乱来 一转眼 看到了你 别说老师不帮你啊 大家安静 今天龙西岳同学身体有点不舒服 所以等会儿的惩罚 就有我们的小凡同学带唱吧 你傻眼 但行为老师 对你以前也算不错 经常帮忙补习 只能硬着头皮上台 同学们分暗笑 他们 可是知道这几天 你和龙西岳啥情况 都等着吃瓜呢 你选了一首 Water Awards 那么不多说 音乐 起吧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擦擦眼泪 还好现在还来得及 他并没做出什么无可挽回的事情 肖凡 等我成为了你女朋友 一定会让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生 等到下课 龙小小对你表示感谢 肖凡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 我没有 别乱说啊 好 你没有 你也不喜欢我 那现在我对你就是个无关痛的陌生人 这样可以吗 龙小小就这个卑微的手机包 离开之前还会会下手再见 你是懵逼了 啥情况这是 等回了家 龙小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你为他唱了歌 甜的在手上滚了好几圈 给你发过去一个消息 在吗 心里默念三二一 以前三秒内你都会回 可这次五分钟过去了 少女的沮丧 忽然手机滴滴 什么事 嗨叶 他回复了 这个傲娇鬼明明就很在意自己 还有种子不理会 一行字发过去 没事 就是想你了 你是一脸懵逼啊 直接给他设置成精英免大佬 再会 另一头龙小捧着手机 谁怕做过消息 只一晚上也没在等到你的回复 少女心里空荡荡的 又有点湿漏 又有点寂寞 翻了一下之前的聊天记录 基本都是你的 虚寒温暖 而他的回复 都是极度敷衍的 嗯 哦 我去洗澡了 少女视线模糊 忽然就明白了 那天为什么消防 告白被剧后 突然就走 真正让少女死心的 是他平日里的敷衍和护士啊 痛 太痛了 其实我根本没人说 其实我没你不能活 其实我给你的爱比你想得多 不禁后怕 小凡他不会真的对自己失望了吧 回想起那天你冷漠的脸 不会的不会的 如果真的死心了 为什么要偷偷给他送巧克力 为什么要唱琴歌给他听 没错 只要自己放下架子 他一定会很快原谅自己的 毕竟以前是那么喜欢自己 另一头 泛眼柔 一些兴奋意乱 少女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但一想到你那首歌 让上个龙小小听的 心里就好难受 喂 为什么会这样呢 于是乎 这几天 跟他打招呼之类的 他都扭过头 装作没看见 表情还委屈 而且 只要你下个星期找他 就往厕所里逃 就都上课了再回来 等他放学 他不出意外 又跑了 刚刚想追 就被龙小小抓住手 小凡 少女低头 小女微红 不好 我还有事 你再挣脱 追了出去 龙小小乐在原地 在她的设想中 你应该是半对半就地 答应下来 这可是 她龙大小姐 第一次主动邀请啊 闺蜜问起好气 这小凡 点着不是抬举 小小 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啊 陪你的条件 多的是人原因 把你捧的手心 再说了 女孩子的事 能叫任性吗 别人想把你任性 都没这个机会 龙小小愣住 是啊 一旦她放下姿态 又闹矛盾了 比头的 就是她呀 可难道 这什么都不做了吗 温雅先呵呵一笑 有个办法 你听我 细细道来 到了第二天 范雅又来学校 接过去看到 你坐在位子上 委屈巴巴的 像个受了气的小媳妇 你把位置还我 嘿嘿 不跑啦 还真是因为 我的生梦气啊 我想想啊 之前好好的 就是因为 昨天的音语课 我 我没有 请不要说一些 我听不懂的话 她急了 不可能再让你说下去 一把过来拉胳膊 格子一跌了一跤 眼看交双桌子 你眼睛手快 一把给少女 抱在怀里 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 这身心跳的身影 坚定了我爱你的决心 此刻你就是唯一 眼儿脸毛挣脱 脸红蓝的滴出血来 泪水已经挂在眼眶里了 上肩膀颤抖 不能哭出来 为了小凡同学为难的 是自己 不该身份那些 漂亮的希望 你给她夹菜 虽然喝树色 未来吃巧克力 这一摸摸 都给了少女错觉 让她忍不住 想要说去更多 你慌了 你别哭呀 不管你信不信 英语课上那首歌 不是唱给容小小听的 叹气一声 再留在这 也不合适了 说完转头就走 一耳朵像往了延迟一样 只要两分钟后 再反应过来 哎嘞 消贩东西刚才 是在对自己解释吗 可为什么要这样 那首歌唱给谁听 跟她有什么关系吗 忽然反应过来 少女自己都不知道 差点上离我浮现 这就不出上扬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向我把来往我都生长 你的温柔 如此的徜徉 也让我如愿一场 你是照耀在我生命的一束光 点点滴滴都让我向往 拥有你晴空 往历史寻常 有你的地方 是我唯一的方向 你和雅柔的互动 当然被很多人看到了 龙下就吸了醋痰子 都要打翻了 连她都没有拥有过你的拥抱 居然被范雅如 那个臭小牙讲仙 可恨 等到了晚自习 她拿了数学题 走到你座位旁 萧凡同学 这道题可以教教我吗 少女声音软弱 是她修长 让不少男生都看傻了 他们是羡慕嫉妒恨呀 这道题我会 女生你问我呀 可你 却看 都来得看了一眼 没空你去找别人吧 这时班长秦云浩挑了出来 既然萧凡没时间 那我来教你 龙下小一咬牙 那就麻烦班长了 温雅仙阴仰怪气的 班长真好 不像某些人 自私自利 生怕耽误自己的学习时间 说吧 站起来把磕桌 让给了秦云浩 你是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没有复习 龙下小就难受了 做一起复习的时候 好后悔 为什么会答应温雅仙 干这种事 秦云浩 嘴巴里的大声音好重 还有讲课时很激动 通过横飞 终于20分钟后 竟要结束 秦云浩依依不舍的 龙下小也没心思学习 晚自习结束的时候 给你留下一张纸条 操场见 我有话对你说 不见不散 你看了一眼就丢进垃圾桶 谁给他这样的权利 通知别人做事呢 转头到亚柔面前 跟我来 我有话对你说 不管少女答没答应 转身就走 二人走到体育馆背后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少女紧张 小凡同学要干嘛 该不会 是电视剧的那种展开吧 以前 他干过一个电视剧 叫小的你别后悔 里面就有这样的镜头 还在走神呢 你一下壁东过去 时间有限 我就开门接下来说了 学为你人很好 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高考前书前 我没谈恋爱的打算 明白了吗 饭耳朵在身发白 我 我知道了 以后不会再打扰校同学了 刚才少女还在高兴呢 你是不是对她有意思 结果 就是狠狠一盆冷水下来 果然 丑小鸭就是丑小鸭 你永远只能看着白天鹅 和王子站在舞台上嘛 泪珠 不知道什么时候躺下来 你进行插拭少女的泪痕 不 你不明白 我的意思是 不要现在就对我告白 因为 那一定会失败的 咬了愣住了 萧同学 你的意思是 你叹气俯蛾 我的意思是 我具装都不知道你喜欢我 我们还是与朋友相处 有什么 能刚好结束再说 哦 少女有点小失落 我也没说喜欢你啊 萧同学 真厚脸皮 你把捏住脸蛋 某人又是不喜欢我 那我怎么闻到 那么一大伙粗味呢 萧同学不是说 要具装不动不知道吗 骗人 嘿嘿 这也是缺归本人所有 还愣着干嘛 走吧 宿舍要关门了 范亚柔说起笑意 踩了轻快的步伐 跟了上去 嗨叶 等你送亚柔回到宿舍后 这一幕 被操场上的龙小小 看得一清二楚 少女被晚风吹得 偷偷淋乱嘴唇发白 像之 被丢弃的小狗可怜兮兮 想起来了 这家伙留着纸条啊 转身想走 却被龙小小一把 招了一脚 操场风很大 这我也很黑 我一个人害怕 你说的我都明白 那和我无关 需要我在解释下 什么叫老死不相往来嘛 重来一试 绝对没有兴趣在座舔狗 知道了啦 人家就是想跟你说 我和那个秦云浩 真的没什么 你别误会哦 我没误会 可以放手了吗 龙小小别嘴 还说没误会 他真没误会 干嘛送范亚柔回来 不就是为了 鸭还牙嘛 但他也懂 萧凡同学 就是太傲娇 这话不会说出来 松开了手 等你转头走的时候 他冲上来抱了你一下 然后飞一样的逃了 你无语 这女人犯病了 龙小小回宿室 钻进被子后 但那通红 他也的确觉得 自己今晚太过分 和秦云浩这么近距离 所以为了安抚萧凡 就给了你本小姐 第一次的拥抱啦 这下总该不生气了吧 哎 真是便宜了 那个大猪蹄子 现在肯定在哪个地方 偷着乐吧